骨为羊肉为阴 女主面骨藏肉多于骨 典型的营养质 福运深厚 但执行力不强 做事节奏偏慢 五官德配 圆润饱满 有望夫浅质 五官格局开阔饱满 性格开朗活泼 额头高广 聪明脑袋灵光 早年能得祖阴庇护 额侧一马功 也是比较饱满 出门遇贵人交好运 只是少了一些 筋骨制人的坚韧和毅灵 做事效率不高 吃苦耐劳方面偏弱一些 煤烧短浅和兄弟姊妹缘分浅 煤高耸之人 也有一些高冷和现实 少了一些人情味 眼烧掉 做事目的性太强 适得其反 眉眼的间距太宽 导致田宅宫太过开阔 凡事过犹不及 做事有时候会欠考虑 看问题 也浮于表面难深入 洞察力稍弱一些 容易使人不明上当受骗 不过印堂开阔 心态好 拿得起放得下 不纠结 不认死理 看得开 夫妻宫也是比较饱满 眼下子女宫也是比较光洁 婚姻不错 姻缘比较顺畅 有望夫潜质 面虽大 但是鼻翼不弱 鼻全得配 婚后是望夫望家 婆媳关系也融洽 人中见钩 子似风龙 望家又望子 中年是妇态尽险 纯儒反弓 是贵相 可服好 贵人多 但是有些口齿伶俐 得理不饶人 加上鼻翼旁边的肉质 一饭口舌而漏财 奴卜宫比较饱满 和子女缘分深厚 将让下把剑都晚年能享子孙福 古为